南投縣推動運動愛台灣2.0計畫成效卓著 今年再度榮獲教育部體育署頒發特有縣市 縣議員弘敏柯表示 111年參與運動愛台灣計畫的人次達到14萬人次 這是很值得高興的一件事 他也期許未來在許淑華縣長及羅瑜新理事長及各界人士的努力下 繼續辦理更多活動 先恭喜南投官拿到我們111年 我們全國運動愛台灣特有獎 在這裡感謝我們管政府和南投特有獎的用心 我們在111年當中 我們的所有經費運動愛台灣的人數達到14萬人次 我們的運法圖 在晚上讓他們稍微運動 來健身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這裡阿康也要繼續來跟許縣長 跟我們的體育會羅瑜理事長拜託 在新的一年 一百十二年 我們應該要經過努力 讓我們的運法組可以參加 更多的運動愛台灣的活動 縣府教育處長汪淑玲此次代表南投縣北上接受頒獎 他感謝南投縣各界的努力積極推動各項體育活動 績效特優受到教育部體育署的肯定 我們南投縣執行111年度的運動愛台灣2.0計劃 榮獲教育部體育署特優的一個績效 縣長對於我們能夠得到這一項殊容 也非常的肯定嘉許 同時也責成我們教育處 對於民眾的這個全民運動能夠更重視 同時也是能夠持續有各項的一個創新的活動 讓南投縣都是全民有休閒運動的一個樂火城市 全縣推動的體育及運動項目相當多元 包括運動夜市、日月潭萬人永度、子南宮 一起來發財、環線自行車活動等琳琅滿目 縣體育會總幹事紅明會 期許未來推動更多活動達到全民運動健身的目標 能夠得到這個殊榮是我們的驕傲 畢竟我們受到疫情那麼嚴重的衝擊 整個南投縣的運動難免一定會受到一些阻礙 但是我們還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難 真的我要感謝幕後太多太多的工作人員 南投縣這麼合作把整個體育運動 不管是經濟性的運動、休閒性的運動 都把它推展了淋漓精致 南投縣111年參與運動愛台灣的人次達14萬人次 無論行銷及整合資源各方面都極小特優 縣議員洪明科期許新的一年在府會合作 及各界努力下持續積極推動各類型活動 達到全民運動健身的目標 記者王水仙南投採訪報導